端午節一共休八天喔 家家戶戶忙著在包粽子 我在幹嘛 我在請假耶 請三天啦 休八天才對啦 好 那端午節 是 那造群你會建議我們嗎 對 我會建議去這個地方 巴爾蒂夫喔 不是 這是在哪裡 這是比較 大溪滴嗎 比較昂貴的地方 大溪滴 看吧 這個厲害了 其實端午節 其實大溪豆干我們就很滿意 對啊 這個怎麼講耶 因為六月份的時候去大溪滴 因為那裡不太會下雨 所以六月份去那邊的時候 是最好的時候 但是它有一點點貴 你這要怎麼去啊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飛東京轉機 然後 過後從東京飛到大溪滴的本島 之後呢 隔天早上再飛去波拉波拉島 所以要轉兩次 東京到波拉波拉 東京到大溪滴就要 大概十幾個鐘頭 十四十五個鐘頭 差不多 是不是 然後過後再搭那個一個小時的飛機 從 本島大波拉波拉島 然後機票會有一點小規 大概四萬五左右 所以 你去 來回就等於花掉四天了耶 對 哦 還有尺差 也沒有 因為如果你是 但如果你是從早上飛的話 其實你到那邊 你只需要花一天 然後你是隔天早上的班機 我有幫大家查了 二十號的時候那個班機有 那如果你的口袋比較多錢的話 我的朋友去住那個 Saint Regis的飯店 他一個晚上大概三萬多塊 然後 裡面的設施 還有他們的水上 我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哇塞 這樣好像三萬多 直接跳下去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我去過很多個島 然後 大溪地真的是我最喜歡的島 也是最漂亮的島 然後我覺得一生中 一定要去一次 是 那如果你的荷包沒有那麼滿的話 你可以住比較便宜的飯店 叫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我是住在那邊 那個晚上一個 晚上大概一萬多塊 你講的這個也是五星級的啊 一個晚上一萬多塊 比這個 比那個三萬塊的還要便宜 還是貴 雖然你會覺得住便宜 可能風景沒有那麼漂亮 但沒有 它的風景還是一樣很漂亮 而且它的水上樂園的活動 其實都是外包的 所以你不管住在哪一個飯店 你都可以往外面的水上或樂園去訂 然後在那邊你可以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 你可以坐船去看他們的日落 然後一個人大概五十塊美金 然後有香檳喝 還有東西可以給你吃 然後 那你的頭髮怎麼了 就風很大 所以很舒服 然後在那邊還可以去浮潛 然後我覺得浮潛很漂亮 因為他們的水都是 也非常的清澈 真的很清澈 對 在CD是春世界最好要去全水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去一次 然後呢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你在那邊你還可以跟烘魚一起玩 然後還可以跟鯊魚游泳 我有影片可以看一下 哎唷 然後它的 烘魚就在你旁邊 對 都是那麼大隻 然後你身邊全部都是烘魚 為什麼杜力一直在摸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是鯊魚 然後那個 那個船長他們會先餵鯊魚一些肉給他們吃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再下去游泳 就你看 蛤 鯊魚吃飽了啊 對 然後我們就下去游泳 好可怕 我覺得這個 不會危險 不會危險 我很奇怪它不會咬 那 這是我唯一覺得很特別的 然後一定要去那邊體驗 那如果從法國飛過去的話要多久 24個小時 蛤 也要那麼久 從巴黎到 L.A. L.A.到 巴伯特斯大西地的那個 對 其實從台灣去 要去 24個小時 從台灣去日本 然後再轉是最快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去紐西蘭玩 然後轉機 紐西蘭也可以轉 去奧克蘭 紐西蘭轉到那邊多久 六個小時而已 對 所以看大家要怎麼樣去安排 如果有去紐西蘭玩 可以順便安排這個行程 對 可是這樣地方我覺得 大家說 身後一直也要去的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很多地方大家都說 一年一輩子一定要去 是比如說馬爾蒂夫啊 或者大西地 我今年就是去了 馬爾蒂夫 斐基還有大西地 哇 好錢啊 不是不是不是 好羨慕喔 那所以趙君 你的人生夠了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海島 所以我覺得這些海島 人生中要去一次 所以我就去玩看看 然後這些海島 真的最好最美的 就是大西地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去一次 哪一個最貴 其實他們三個地點的價錢 都差不多一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大西地是最值得去 其他的島 你就省下那個錢 然後不要去 就直接去大西地就好 攻大西地就對了 真的喔 有另外一個 你去大西地 因為那邊 我們有好幾百個島 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你喜歡做鑽的話 有一些比較大一點的鑽 像卡塔瑪羅 他們會住大概六到四個人 然後你可以去好幾個島 所以這個會比住好的房間 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也可以去不動的地方潛水 最大的島是大西地 但是這個不是最有趣 要去莫拉波羅啊 莫瑞啊 其他的有好幾百個 但是大西地 他們也是有椰式 椰式那邊 他們有一個是 鮭魚像 沙拉 鮭魚沙拉 Yeah but raw fish 生魚片 生魚片的沙拉 太好吃了 真的啊 太好吃了 你之前是在大西地住兩年嗎 對啊 我住那邊兩年 是當兵的時候去 對啊 軍隊的時候 當兵在大西地 真的很酷 這麼酷喔 因為那邊也是法國的嘛 對啊 應該一點都不辛苦了吧 你們 太好玩了 你們當兵志也是 也是就是抽籤去的嗎 對啊 他們全部都付 然後他們 我們也是吃的住的 都是付的 所以他們給我們的錢 都是我們去外面好玩 5號的時候給我們錢 我們10號的時候 已經簽不簽了 已經花完了 吃完了 一直玩下去也簽什麼的 下面一位就是中秋節啦 中秋節啦 對 如果運用你的年假的話 你可以從9月27號 一直修到10月的4號喔 對 就是說大家在華龍舟都是神經病 我在請假喔 來 中秋節你花什麼龍舟 中秋節大家都在吃月餅的時候 我在請假喔 那要怎麼請呢 請三休八天 等於是28 29 30 這三天去掉 OK 中秋節你們就可以去這裡 這哪裡啊 9月10月就很適合去歐洲 但是歐洲最好天氣的國家在哪裡 南部 西班牙 是嗎 法國 法國 西班牙 還是西班牙 對 這是西班牙 可是這個不是在西班牙 這個是一個地方叫馬洛克 然後如果你們從台灣要去 你們要飛到西班牙 飛到西班牙 就台北 巴斯洛納差不多要15個16個小時 然後我初年去 沒有 我五年前去了 我花了差不多一萬八 然後你先到巴斯洛納 你可以在巴斯洛納晚兩天 然後坐飛機去馬洛克 去馬洛克坐飛機機票差不多六百七百塊 去那邊 然後回來 太幣嗎 對 太幣 喔 其實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要飛一個小時 你知道機票很便宜 但是如果你要坐 欸 六百比去澎湖金門還便宜 便宜耶 便宜耶 真的便宜耶 然後如果你要坐船 船也有 但是坐船比較貴 船就去那邊兩千塊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腳踏 你可以去那邊有很多小小的城市 就 喔 就這樣子 唉呦 因為他們也小的城市 都跟歐洲一樣 做一模一樣 所以一下你去那邊 就其實想歐洲 然後很方便 因為這個倒不搭 然後如果你喜歡 欸 它房子都五顏六色耶 會不會是韓國的釜山 哈哈哈哈 不是 滿香的 這就是像西班牙 葡萄牙 法國也很漂亮 這很漂亮耶 很漂亮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在這個道北部 那邊有很多海邊 然後有特別的洞 那邊有一個很流行 是用那種遊艇 然後可以在那邊 就是坐那種遊艇 是幾天 可能是幾夜的幾天 這樣子然後出去 然後他們會帶你去一些 在這種很漂亮的那個小碗啊 之類的 然後到那邊附近 我那個 我高中的那個同學 就是在做這個現在 遊艇喔 對啊 然後那個錢都超賺 然後那些遊艇 非常非常的美 最大的好處是 馬洛爾克其實算是個 很便宜的地方 因為有歐洲人 喜歡去那邊 為什麼 因為夏天你去 伊特里 法國很貴 所以大家就 英國人 德國人 喜歡去馬洛爾克 因為那邊 如果你要住飯店 你什麼都有 從二十塊歐元到兩百三百歐元都有 所以你要便宜的有 要貴的也有 然後吃的 比台灣都兩倍便宜 其實西班牙已經比台灣便宜多了 然後這個馬洛爾克更便宜 因為西班牙人 就很喜歡吃跟喝酒 所以那邊 如果你喜歡吃喝東西 就可以去馬洛爾克 因為到很小 我那邊住車子 一天五塊歐元 喔 五塊喔 兩天五塊歐元 好便宜喔 不到兩百塊 三號到兩百多元 然後你那邊如果五天六天 就什麼到什麼地方可以去啊 中秋連假時候 其實我推薦大家 可以去美國的LA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間去 然後機票非常的便宜 因為其實七八月的時候 去美國的機票 大概要四萬多 八天不會太趕喔 我覺得 比去大溪地好很多吧 那倒是 因為他那個去LA很多的班機 是可能晚上十一點的 然後呢坐大概十二個小時 十三個小時加上時差 你到那邊 其實也是才早上 然後你一整天可以剛開始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最近也有在 安排明年要去玩 然後我查七八月的機票非常貴 但是九十月的機票加稅之後 可能才一萬八或一萬九 可是其實我還滿建議 可以坐下午的班機 下午的班機 你到那邊也是下午的時間 還滿多時間充實 而且下午的班機都比較便宜 對 也不錯喔 就是看自己時間上面的安排跟規劃 對 因為他說十二點多 我以前也是多搭那一種的嘛 就是晚上十二點多 你會覺得上飛機睡覺 然後到了剛剛 到了就到了嘛 不然咧 到了有時候還要轉機 對 就直飛就到了 但是呢我會發現說 你晚上出關什麼 到家裡弄一弄 其實都凌晨兩三點 對 那你隔天又時差又幹嘛 就搞得很累 那其實下午的班機 我後來很喜歡下午班機 原因第一它比較便宜 第二呢 LA現在可以飛Ontario 就是比較近 對 然後但是它好像都只有下午的班機 然後下午飛到 你還可以出來弄一弄 還可以吃個晚餐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就進廣告囉 就是進什麼廣告 就可以晚上睡覺 然後隔天又更有精神 又是一天 對 然後因為我推薦大家 在這個時間去呢 是因為剛好可以遇到他們的萬聖節 很多人想說 萬聖節不是十月才有嗎 其實沒有 它從九月中開始到十月底 都會有各式各樣的萬聖節的活動 除了遊樂園之外 他們在他們鎮上 也會有很多 期間限定的小區 然後幫你規劃成一個鬼城 然後鬼鎮 然後有很多網路上你可以查到 不同的故事 然後幫你安排很多那種 殺人情節啊 或是鬼怪的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大家 在九月底十月的時候去 玩一下那邊的萬聖節 因為真的 超級恐怖 有很多人說 日本大阪的那個 環球影城的萬聖節 已經很恐怖 但是我那時候去 我直接 最後是嚇到累到 我說我拜託我要回家 真的假的 真的太恐怖了 很好玩 而且我覺得十月 除了去玩 九月底去玩萬聖節之外 你還可以去參加L.A的啤酒節 因為啤酒節很多人想說 德國的啤酒節應該比較有名吧 但其實L.A的啤酒節也很有名 他的門票好像才三四十塊美金 但是你可以喝全部整場的酒水 都不用錢 好適合他們喔 對 然後而且他 就是一票喝到底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他那邊有各著 他們的店家 自己精釀了兩百多種的啤酒 然後當地也會有當地的音樂節 音樂季 所以我覺得可以去那邊 體驗一下啤酒節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